警方來到豪宅門口 費了一番力氣將門撞開 沒想到門內進食一道白牆 警方再次用工具將牆敲破 進入屋內當場逮捕 七名詐欺集團成員及機首 警方發現詐欺集團先以假求職名義 上網招募民眾 在以投資虛擬貨幣話術 又使被害人購買加密貨幣後 轉入指定雲端錢包 將錢包地址偽裝成假投資平台 使被害人誤認完成投資而造成損失 本大隊為防治詐欺集團利用年前詐騙民眾 鎖定以理性嫌犯為首的假投資詐欺集團 該集團在晚上以假求職的名義招募民眾 再以各種話術誘騙民眾加入假的虛擬貨幣投資平台 進行詐騙 本大隊在日前只請查契行動 共逮捕相關嫌犯發明 並查扣電腦手機存折等張證物 警方同步至新北市 逮捕理性詐欺集團首腦盜案 總計查扣電腦主機及螢幕 手機存折美金模型等張證物 全案依詐欺最嫌 已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臨期會議台北報導